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三本的频道 我会在这个频道分享股票投资的判断方法以及存股标的 希望大家可以借此获得一些理财知识 早日迈向财富自由,做自己想做的事 近年存股成为国民运动 存股的好处在于不用每天跟着股市涨跌影响心情 特别适合拥有稳定的本业收入族群 不论是小资组、中产阶级、退休族群 都可以利用存股来建立变动收入 这些存股标的可以是值利率高的金融股 电信股、传战股或者是ETF 今天的影片从业务内容、本业比、值利率、获利能力 带大家深入了解每年配息的优秀金融股黄兰金 同时也带大家了解黄兰金的合理价位 以及每月加薪3000元、1万元所需的张数 在此之前别忘了在影片下方按个喜欢 并且订阅这个频道和按下小铃铛后打开全部通知 这样一来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三本的投资分享 黄兰金去年全年EPS1.27元 获利较2021年微幅衰退2.3% 在14家金控股中表现相当亮眼 而近10年来获利除了2020年疫情影响外 均为止1.2元上下徘徊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目前黄兰金的股价价位 由以上表格我们可以发现 黄兰金现在价格在22.5块附近 本益比在18.4 同样的本益比是在15.1 比同益来得高 那一年内最高价以及最低价分别是25.7元以及17.9元 目前股价是来到一年内的相对中间值 对于黄兰金的合理价位 三本在影片的后段会有介绍 接下来我们来检查黄兰金的经营稳健度 对于金控公司的营运稳健程度 最终的指标分别为 资本氏足率 预期放款率 待账覆盖率 资本氏足率代表 自有资本相对于风险性资产的比率 一般在13%以上较为平稳 预期放款率代表银行初借的贷款 在全年尚未归还的款项 也就是俗称的待账 一般在0.2%以下表现较为稳健 而待账覆盖率则是银行预备给待账实用的金额 一般在600%以上较有保障 就起黄兰金的经营稳健数值来看 表现都相当不错 代表目前黄兰金的经营管理相对出色 那黄兰金在近年获利表现如何 在获利方面三本通常都会看 近五年的表现状况 从以上表格我们可以发现 黄兰金在近年2018到2022年的获利 除了2020年因为子公司 永昌证券股灾避嫌不及 导致黄兰金获利不加外 其余年份非常稳定 都在1.2元以上的水准 从2018到2022年 平均获利在1.16元左右 2022年则有1.27元的水准 最后经历率越高代表公司的最终获利能力越好 一级每销售100元的商品 实际落入口袋的利润越多 而在股东权益报酬率的部分 从2018到2022年 平均股东权益报酬率在7.79%左右 表现在于平均值附近 不特别突出 但也不差 股东权益报酬率反映公司 为股东创造获利的能力 数值越高代表创造获利的能力越好 一般定存股有别于成长股 ROE通常都不会太高 而ROE偏高的公司 股价也不会太低 所以我们需在获利率高的公司 以及价值型的公司做出选择 而定存股通常偏于价值型股票 价值型股票非常适合平常上班 无法盯盘的人所投资 我们可以从现在华南京的股价22.5元左右 以及每股净值15.3 净值比为1.47 目前看起来净值比高于1.2 推估目前股价位于合理价附近 那华南京股力分派的部分呢 连续配发19年的现金股力 以及15年的股票股力 那这5年的平均现金股力为0.53元 股票股力为0.43元 股力天息的天数约为4个月左右 殖利率最高为5.54% 平均为4.85% 我们再往下探究 把时间拉长来看华南京的表现 更能有较佳保障 如上表所示 假设我们一开始在2011年到2022年间进行投资 一开始投资30万元 之后每个月再从薪水中拿出6000元定期定额投资华南京 一年投入72000元直到2022年 这12年中我们从投资116.4万到最后我们的股票价值为238万 总报酬率为104.3% 年化的报酬率为6.1% 以这样的数值来看 三本认为还算不错 让资本成长的过程 足够撑起家庭开销的部分费用 或者用来打造自己的退休金也相当棒 那如果我们想存华南京来让自己每个月加薪3000元 1万元 我们需要多少张的华南京为目标呢 三本同样以表格的方式来呈现较为清楚 可以从以上表格发现 如果我们想每月加薪3000元 以目前华南京股价22.5元左右 我们需要买入26张华南京 总投资金额需要58.5万元 这样一来 华南京每月就能带来3000元被动收入 帮你结清水电费 部分房租 贷款 或者是上网赤到宝的费用 这个计算方法是以华南京近五年来配发的 平均现金股利以及股票股利所得出 那如果想靠华南京每月加薪1万元为目标呢 我们的华南京张数以及金额要准备多少 如表格所示 如果我们想每月加薪1万元 则需要买入华南京84张 总投资金额需要189万 这样每个月就会有1万元的被动收入可供随应用 再积极一点 想用华南京打造退休金 退休后月领5万元 年领60万 这样的方案需要多少资金 三本也算给你看 如以上表格所示 如果我们想每月不用工作领5万元 则需要购入华南京418张 总投资金额需要940.5万元 这样每个月就会有5万元的被动收入供退休使用 看完以上的数据 这样感觉是不是就有努力的目标呢 不过三本建议不用将至今重要一档股票 可以分成五份买入不同的公司 一样能达到5万元的退休规划 也能达到降低风险的作用 三本会陆续分享好的股票投资标的 股民可以借由订阅频道并开启小铃铛 观看影片建立自己的存股名单 订阅频道以及开启小铃铛是不需要任何花费的 最后我们来看华南京的股价区间 也就是判定股票的便宜价 合理价 昂贵价 目前华南京股价22.5元 便宜价 合理价 昂贵价 分别为19.5元 23.5元 以及33元 目前华南京的股价落在便宜至合理价区间 好的股票要落到便宜价以下 其实不太容易 一般存股高手在合理价就会慢慢购入 分批买入比起一次性买进 较能确实做到存股 也不会被股价的涨跌影响 因为我们要的是股票的配股配息 比如一个月买入一张 或者一个月买入零股500股 都是很好的办法 以上是该档个股的近年表现状况 股民可以依照影片中的数据 订定自己的目标 规划财务后慢慢买进 达到存股的目的 如果觉得以上的影片有帮助到你 不妨帮我们按个赞 加入订阅 也分享给你身边的好友 也许可以产生更多的话题 另外也可从影片栏下班的超级感谢中 借有一点赞助来支持我们 让我们持续提供更好的影片给荧幕前的你 最后三本来的频道发布了任何资料或意见 纯粹资料整理 该部构成购买 输售 销售任何投资 参与任何其他交易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 如果你对影片有任何见解 欢迎在下方留言 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并点开小铃铛 我们将于每周三下午8点准时发布新影片 我是三本 我们下次见 拜拜